哇 这桌已经像是吃完了啊 是的 已经吃完了 美女已经吃完了啊 已经吃完了 那是咱们这个业主自己在这点的菜吗 不是 就是他们订餐了以后 订餐的时候按照的餐标来准备菜式 就是说有了餐标以后呢 怎么样配菜的我们大厨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样就已经给准备了 太方便了 是的 韩商店的这边 哎呀 那在这里面做的吗 还是在那边 这里面是个厨房啊 这里面它是一个小厨房 就是如果是说客人自己带的东西 带的时候想要自己来做的话 这个小厨房就可以做 还可以自己做 我得进去看一看 还可以自己做我的天 看一看这个厨房啊 这个厨房还可以自己做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么好的事情 不用花钱 如果说我们请的客人比较多 可以上他这个小厨房来做 我来参观一下 这个厨房还挺好的 你看什么都有啊 大厨用的都是工具 虽然现在是全新的 可能这桌饭应该不是在这做的 应该是在那边的厨房加工 然后拿到这边来 哎呀 有这样一个厨房 像老王这手艺的话 就完全可以在这施展开了呀 太棒了 现在呢是5点40分啊 咱们的夜主食堂开餐了 那经过这片游泳池 对面那个区呢 就是咱们的夜主食堂 可以在里面吃也可以在外面吃啊 这个区域是既能欣赏到美景 又能品尝到美食 一个开放式的大厅 这边是用餐的区域 这边是一个洗手的区域 咱洗洗手 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夜主食堂吃饭 还不知道里面的饭菜是什么样的 洗洗手 然后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感觉这个食堂非常的干净啊 因为是新建的 特别好 里面有面好像 这是面啊 这是面的 都有哈 米饭粥也有啊 看看有什么菜 这个是花菜 是个四元的区域 就是素菜这一小份是四块钱 然后八块钱呢 就是带肉的 青椒炒肉 然后这个是芦笋炒肉 还有六元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汤 三元的区域是有一个蛋 还有米饭 米饭是一元 师傅我想问一下 这个里面是什么吃的 这个里面早餐的时候 它是一个加热的一个装备 就是早上的肉酱之类的 早上有米 米线 米线米干 然后它这个管子 肉酱放到里面加热的 那晚餐就只有面条 晚上一般是面条米饭 还有粥吗 粥也 粥也有的 晚上菜我看不是太多 中午一般会多一点是吗 中午吃饭的人多一些 晚上的话一般可能 现在吃饭的人少 那如果咱们业主住过来的话 会不会晚上也有好多种菜 那肯定的 因为现在毕竟是员工吃饭 这是业主上 就是员工吃饭 对 我看你们这个大厨房搞得很专业 不可能说就做这么几种菜 主要是针对员工看这一块的 后期的话也会 就是按照业主的要求 比如说想吃个小草 请客吃饭都会做的 对对对 后期会做的 现在呢这整个房子呢还没有交付 所以没有业主啊 现在在这吃饭的呀 就全是咱们的一个员工 还有在这上班的人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点的餐啊 我没有要主食 就是两个素菜 然后一个肉菜 两颗蛋 然后再就是这个是汤啊 还是粥啊 也不知道啊 尝一尝他这的饭做的怎么样 厨房是蛮专业的啊 好大的一个厨房 看你干净整齐 嗯 还蛮好吃的 那今天在这个绿城春江明月吃的方面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喜欢老王的视频 记得长按点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